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澳洲移民的迷你特輯 首先我也很感谢Claire 我知道澳洲时间已经是九点半了 应该跟大家分享移民资讯 很感谢你 我也想先介绍Claire Claire是我们Homestate Group的法律主席 和Astang管理主席 也是持牌的移民代理 也有很多名字 还有澳洲的昆士兰律师 和马来西亚的律师 和太平新市 我本身就是Homestate Group 和Astang的主席 我负责移民部和地产 Claire Astang管理主席 你先说些论论 好的 谢谢Anita 多谢今晚 大家抽出一些时间 听我和Anita 说一些澳洲移民迷 迷你特輯的迷你特輯 未开始之前 我也想说一说 今天我们准备的文章 和一些信息 都是我们自己的家庭移民乐学 准备的 所有的资料 如果没有得到同意 都不可以传播或者分化的 希望我们 这个slide 都没有给人口投资的机会的 那个advice 税务 或者是法律的资讯 那继续下来 就是刚才那个 Foreign的slide 过了 好了我们开始 我们这个 澳洲移民迷你特輯之一 第一个澳洲移民政策之多少 那未开始之前 我也想介绍一下自己 比较八卦一点点 我自己本身就是 出生于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长大的 所以广东话说得不准准 有时候说得来都很好算的 那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嗯 我都知道Claire 你是马来西亚人 其实当初你为什么会选澳洲 我自己本身都是香港过去澳洲读书的 我想听一下你的意见 为什么你会觉得澳洲好呢 其实呢就是我对澳洲呢 还没开始之前 还没去澳洲读书的 就是我父母亲就送我去澳洲读书 这样的法律 那我选了澳洲 因为觉得澳洲的空气好 再下去就是他的教育都不错 那本身没有去过澳洲的 那谁知道去澳洲读四年法律之后呢 我也不知道我爸妈会不会后悔送我去澳洲读书 那我就打算留下来的 那到现在了 我在澳洲大概有20年的时间了 嗯 嗯 嗯 那和我都差不多 我那时候都小小了 不要说年龄了 一说年龄大家知道我多少岁了 那都是澳洲读书 那不如我们说一些 我们分享给大家听 为什么会选择澳洲 或者澳洲有什么优势呢 是啊 刚才我们都自己分享了 为什么喜欢澳洲 那Alita自己本身都在澳洲读书 之后都选择留下来的 那澳洲为什么会那么好呢 为什么我们会选澳洲呢 其实不只是我们自己 其实我们身边的朋友啊 朋友啊 或者是我们的客户啊 都会选择澳洲给其他国家 为什么呢 而今天我们都准备了几个比较重点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要选择澳洲 那第一呢 就是经济和政治 那Alita你对澳洲的经济和政治的了解 是 我想 那以我所知呢 澳洲的所有 经济是全球唯一 连续26年是继续增长的 那我想很少个国家都会这样做到 那而政治 那我又不见到有政治的大问题所在 那你觉得怎么样呢 对我自己来说呢 就是稳定 就是会很稳定 那澳洲自己本身的经济上面呢 就是它的自然的资源很多 就是很多自然的资源 都很少有那个灵状 那做生意啊 或者找工作的机会都很好的 那尤其是它的金融呢 都很发达的 那 那我想我和你最喜欢的 应该都是那个天气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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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濕密的意思 那 move on to 社會福利有時間講 是啊 我們選重點 是啊 講重點 為什麼呢 其實我知道我們都生活了這麼久 看醫生需要錢嗎 是不用錢的 是啊 看醫生也不用錢 還有以下來很多人都會說退休怎麼樣 退休金 養老金 失業金 家庭補貼 其實都數不了很多很多的福利 還有 可能香港也是 小學到中學其實教育都是免費 澳洲也是教育都是免費 是啊 是啊 這樣是很重要的 我都覺得 還有你說世界最移居的城市 其實澳洲一向都數一數二的了 是啊 是啊 最近EIU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每一年都有兩次 就是有講世界最容易規築的城市 那我們的澳洲有幾個城市 都是有排名的 尤其是澳洲都入了十大 那這個排名它是怎麼解釋的呢 它其實是跟進它的那個治安 這個國家的治安 它的那個 Infrastructure 還有它的醫療水平 還有文化環境教育 那樣來做這個research的 那當然了 我們墨爾本都有排名 那雪梨、布里斯、巴米、阿德里 都是有上榜的 那真是說到我們 這麼多城市都有上榜 那我想很多家長都會很擔心 那個教育系統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啊 那其實以我所知 其實澳洲有 差不多有四十三間的大學 那而專科學院有 差不多成二百三十間 其實是可以很多學校給你去選 那最重要 那我想香港人都會比較擔心的 一百大的 那按照2021年 一百大一百名內 其實澳洲已經佔了六間大學在裡面 是啊是啊 那其實教育系統是比較 真是很穩健 還有很多科目很多東西 不同給小朋友去發揮 是啊 比較出名的 那我們都有很多學校上了的 五十大 那都是偶時來的 那時候你們住 還有很多選擇選擇 很多家庭也都可以 那些小朋友去學一下英文啊 博士學校也讓他們獨立一下 那其實整個環境是真的很適合去讀書 那以我所知 其實昆州都有很多中學 提供到很多不同的科目 我記得好像你上次提過 說有打高爾夫 是不是 就是打高爾夫 就是第一年 是啊 那其實是真的很棒 真的譬如我說 我真的讀不到書 那其實都可以考慮一下去打高爾夫 之後再轉大學 也都可以 有感動的 因為我們 雖然我們的教育系統 是很高級的 不過都很輕鬆的 就是你在輕鬆之餘 都是很厲害的 尤其都是在比較有質量的大學上 就是沒有那麼填納式的 好像香港那樣 全部讀書考試 讀書考試 讀書考試 那就不是這樣的 是啊 那我都記得是 好像一個審議才考一次 之後就 只是做書 的 應該都有人幫幫忙的 但是 之後就考試了 我就記得 但是考試好像真的幾個月才一次 要記得 尤其是 而且它是Open Book 其實我覺得Open Book 是比較好的考試 因為你 行路 很多東西都記了 那麼多 那考試 Open Book 你知道它的那個 它的重點在哪裡 就可以了 所以在這裡讀書 都是比較舒服一點的 而且沒有那麼大的壓力 你見小朋友 小弟哥 書包都 都不是好像 不是 每個人都笑口長開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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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香港小朋友 我都覺得 真的很多功課 天天都 就算不是功課 或者很多課外活動 是啊 我都見到 是真的很辛苦的 是啊 是啊 那繼續下來 就是人口和語言 很多年前 澳洲都是其實比較出名 比較流行 很多人移民過來的 我們Port 5國家 大概有英國 有尼斯林 中國 意大利 和越南 除了這幾個國家 還有 印第亞 中國 都很多人 香港人 馬來西亞 新加坡人都移民過來澳洲 那在這個多元 種族的環境之下 就是你不懂得說英文 都可以生活的 因為很多人都可以說其他語言 大家一起溝通 因為很多人都很關心 之前問我 我想可能也有問你 會不會有歧視 discrimination 這件事情 就是會不會被人歧視 就是我聽澳洲很多的 其實我真的生活了這麼多年 我就看不到或者感受不到這件事情 那你自己覺得呢 我自己本身都 就是我很幸運 就是我自己都沒有感受到 這裡的人呢 其實是很 就是 隔壁都好 同時都好 其實他們都很敬 很友善的 那整天我們 大概每一個禮拜 一去一次 沒有這麼多 我們都會聚集 在一起大家 拜自己煮的 就是不同的國家 就是台灣、日本、韓國 或者是印度 都可以做朋友 其實真的不會說有歧視 這件事情 沒有 我還未遇到 那我們事不宜遲 就看看 你之前有問過我的 有這麼多個國家 你為什麼不選擇移民 你為什麼會覺得 澳洲好 還是為什麼澳洲會很難 移民 還是英國 還是加拿大好 其實我覺得移民呢 移民去哪個地方 都很視乎個人的 很個人化的 有些人是喜歡 天氣 有些人喜歡 教育系統 但是我也記得 之前有篇文章說過 其實移民呢 就好像打麻雀做牌 就是香港人都喜歡打麻雀 好像打麻雀做牌 要看看上家做什麼 下家做什麼 才會作出決定 我也覺得是 其實移民都是一樣 都要看看政府的政策 是怎樣 才可以讓人做到一個選擇 做到一個決定 我也想知道 比如澳洲的政策 現在是對香港人有沒有利益呢 其實真的 有幾多種移民的途徑 其實香港人會比較適合一些 那我也知道 你問我 我不可以踩其他國家的 但是我也說 我們都剛才說過 澳洲有很多好處 那可能 閉署我有聽過的 那我們都要公開一點點 就是運動 可能沒有其他國家那麼方便 但是也都是 都會 其實開車或者可能久一點點 因為香港實在太方便 所以都令到很多人不習慣 但是其實都是等多十分鐘 因為其實大家都放慢了腳步 去做每一件事 那所以不如這樣 你介紹一下 有什麼途徑 還有有什麼護照 就是Amin 有什麼方法可以去移民呢 澳洲 其實移民去澳洲 有很多種方式的 那澳洲自己本身的簽證 就有超過幾百種的了 那幾百種我們怎麼說 都說不完 那我們就 你選一些最好的 給大家 其他馬來西亞或者香港 Asian的客戶 看一下哪些會比較適合他們 好 我先開始講大圈 就是講全聯的澳洲移民的路程 就是可以移民過來澳洲 有幾大個category 第一就是residence visa 就是你過來探親戚朋友 第二個就是你過來讀書 就是我們所謂的student visa 那student visa都有幾種 就是有student visa student guardian visa training visa 再下來就是family 和partners visa 就是你可以帶家人 或者自己伴侶 或者小朋友 或者父母親 過來澳洲和你一起住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身邊的朋友 或者客戶最多的就是工作和技術簽證 那這個工作和技術簽證 其實下面都有很多很多的簽證 那有什麼呢 遲些我們再和你慢慢分析 那最後那個就是 當然是refugee 就是南寧簽證等等 其他那些簽證 那講到這裡 其實香港人 尤其是持有香港帳戶 我們所謂的BNO 其實在這麼多五大種簽證之內的簽證裡面 都有特別的Hong Kong Stream 是專門給持有BNO帳戶的香港人 或者是持有帳戶的那個人去 這個Stream是比較快樂 比較容易的 嗯嗯嗯 那這個 可不可以透露一些 其實有些什麼 什麼行業會快些 或者是否其實 我知道技術移民 其實今年呢 澳洲已經開大門了 已經是加了很多名額了 其實由好像去年的16萬多 現在升到19萬多 其實已經增加了很多名額了 還有剛剛之前也有看過新聞 他說未來 好像未來到2024年 他們預計有65萬的新移民 嘩 你也很合適 是啊 我也有追著的 是啊 你是這樣的 那麼我們這裡 就是比較普遍一點的 那個occupation 當然啦 第一就是Health Care 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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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child care 那些都是比較普遍的 嗯 那麼繼續下來呢 就是professionals 或者是IT 那部分呢 都是很普遍的 嗯 不過我記得呢 以前呢 Accounting 不是很難的 以我所知 好像說要100多分 才說有資格 以我所知 這一排好像80多分都有機會 有啊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 就是真的放寬了 我見到 或者有些朋友說 好像一個那個 190State nomination那個 65分可以拿到State nomination 之後再看一下 又好像很容易拿這樣 是不是好像 我聽說是有些幾個星期 已經有回復了 是啊 講到這裡 都要讚一下你 Anita 你真的很up to date 哈哈哈哈哈哈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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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的技術移民 就是我們的技術移民 就是我們的技術移民 政府呢 就是增加了很多那個 Allocations 那這個增加了這個 Allocations 其實就是要 就是要 增加多些才能 移民到澳洲這裏 去刺激一下我們這裏的經濟 和這裏的 rate 那 是啦 嗯 好吧 那我知道 那你 move on to next 那如果我想我們想 那些觀眾想了解多些的 可以立刻找我們 因為其實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現在我看到澳洲是很大機會可以移民 嗯嗯 是的 是的 那剛才都說了 我們大部分的客人 都是專注於工作技術簽證的 那這個工作技術簽證 我都分了四大種 這個只是四大種其中的 就是其中的四大種 它還有很多其他的簽證 但是我今天都沒有拿出來說 這幾種呢 就比較 popular 那就是很多人會申請 都有資格去申請的 那這四大種呢 第一種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普通技術移民 就是 general skill migration 那下落地呢 就是那個 190簽證 還有190簽證 那這個190簽證 那這個190簽證 就是我們所謂的skill independent visa 那這個Visa呢 其實就是直接是PR的 你不需要擔保人的 那你可以直接申請Visa 最重要是你能夠答到他的英文的那個 英文的那個要求 和他的那個分數 那當然啦 就是剛才Anita也提過 越多分數 那就是有機會去申請 比較大的碼頭 那接下來呢 對呀 我們也有190 那這個190呢 就是state 即state 或者我們的territory sponsor 那這個 也是PR 和我們189 skill independent 一樣的 唯一不同的呢 就是189 你可以 你申請了這個189之後 你可以選擇去澳洲 每一個地方去住 那190是不一樣的 因為你要state nomination 那如果你選擇了 譬如說你選擇了坑州 那你坑州 那你拿了這個Visa之後呢 那你是有commitment 留下在這個坑州的 是的 那當然啦 如果你是選擇了 你有資格去申請 190 你都是加多5分的 給我一份 那繼續下來呢 另一個category呢 就是我們的 employer sponsor migration 那我都拿出兩個case 來看 就是兩個visa 來看 那第一呢 就是186 這個就是PR 那再下來呢 就是420 這個也是很流行的 那這個420呢 就是臨時的那個技術 短缺簽證 那這兩個分別是什麼呢 兩個都是employer sponsor 那中間呢 它有很多其他stream的部分 那今天我們時間都說不完的 那下次 因為我們這個mini series 有四個series 那其中一個series 我會和大家分享更多 關於這些visa的那個要求 和那個processer demand 大概有多少錢 那再下來呢 就是我們的business visa 都是under skill 和working visa 那business visa呢 之前呢 就有很多category的 很多種stream的 那現在呢 就是nailed down to 420 我們所謂的188A A就是給你來這裡做生意 或者是賣生意 來澳洲這裡 那我們有第二個 就是188B 188B呢 就是投資者investment stream的 那這個呢 就是給我們的 188B的簽證人 就是來澳洲這裡 投資在shares 就是有三大種 compliance investment stocks 那再下來呢 就是c c就是重大投資者 那 和e就是創業者 這個e呢 就是給你來澳洲這裡創業的 那你創業的idea 一定是有a 你的idea must be innovative 和innovative 那這abce 188簽證 其實就是 temporary visa 來的 就是立時的visa 那如果你符合了 它轉去888 abc 或者e的簽證的話呢 那就是這個 888就是那個 永久簽證 就是二次的 那再下來呢 就是很普遍的 而且在香港很普遍的 就是我們的那個 全球人才 獨立簽證 我們所謂的 GTI 那 Anita 你身邊都有很多朋友 都是拿到GTI 是嗎 是啊 很開心啊 我的客戶 或者一些朋友 都拿到 其實都是很快 那我之前都有一些 真的 真的四個月已經拿到PR 嗯嗯 是啊 所以都 但是這段時間 可能會久一點 因為它可能在進行這個技術 所以就 下降了我們858 但是都快過 其他某些簽證 那其實都要半年左右 半年至九個月左右 嗯 都搞定的 那其實都比較快拿PR 一步到位 這個是真的 整家又可以移民 那它就沒有那麼多要求 那不用英文 又不需要 又不需要 都是55歲以下 但是都不需要英文 那這個我們遲些 都會再詳細和大家分享的 是啊 那講到這個 是的 那今天我們其實都大概有半個小時 都講不完這些簽證 其實我們這個mini series 其實有分四個的 那你在我們的鏡頭上面 可以看到今天就是 關於澳洲簽證 有多少種 那再下來呢 下個禮拜呢 我們會專門講 Skill Visa 還有它的occupation 還有它的停股是怎樣開始 那再下個禮拜 就是4月13號呢 就是我們會講GTI的 那GTI 那就是剛才 那就是剛才Anita都講很容易 就是很多朋友都已經很快就拿到的了 那是 這是 這是 我們之後都會分享一下一些case study 和你們關於GTI這個migration 這條路的 那最後一個呢 就是關於100% 100%的投資移民 或者生意移民的Visa 那這個是每一個星期四 由今天開始 晚上7點半香港時間 或者9點半布里斯班時間 Live stream的 在我們的Facebook 或者是YouTube 那如果中間呢 你想知道更多 更多其他的那個簽證啊 或者是你想有些問題 歸於一些簽證的話呢 你都可以聯絡我們的 就是Anita WeChat 或者WhatsApp 在我們的業務上 你可以抄一下 嗯 好啊 那今天呢 都很感謝Claire 不要妨礙你了 都很晚了 你要睡覺了 那我們下個星期四見 大家 好啊 多謝大家 我們下個星期四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